當然今天這個金雲正動作很多 大家都在揣測 為什麼不是金正恩出來 有人說他們在扮黑白臉 有人說金正恩恐怕現在可能 連話都不能講 還有人說搞不好 這個金正恩已經不在人世了 你怎麼看哪一個比較有可能 從現在的狀況來看 好的 其實這個韓國的情勢 兩韓的情勢它非常複雜 我們可以看到表面 其實就像這個博弈特剛提到了 有這個空飄傳單的事實是在的 可是到底飄了什麼過去 眾說紛紜 因為他這個團體也不是說 我所有東西都彈給你看 那當然第一時間 大家其實對於這個金雲正的憤怒 其實是不太在意的 不太在意 就是金雲正嗆了很多 大家都覺得搞不好 也不是你說了算 直到他把房子炸了 大家才發現他講的是真的 這個 而且他很聰明 沒有花到北韓一毛錢 那種內洞都是南韓蓋的 不 炸藥應該是北韓的錢 我看他炸的是 每一層都有塞炸藥 一層層的炸 是用非常拆房子的技術 因為他旁邊還有別洞 北韓自己蓋的不能炸到 他是讓他每一層炸 讓他往內倒 那個能夠兼具威嚇 又不會傷到自己財產 這個精準的操作 那當然 那炸了之後 我們開始就會回溯 到底是什麼事情那麼火大 於是就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大家之前都在講 說這個事情是因為空飄傳單 北韓非常不爽 北韓的領導階層非常不爽 但是空飄傳單到底傳了什麼呢 第一時間有人說 會不會是這一個 下面這個就是把這個 旅學組的這個 國母的圖 劈成A片 然後空飄到北韓去 北韓看了 很不爽 那當然他們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大圖 那這邊還有一個小圖 脫飛者是空飄這種傳單 對 但是的確是有曾經空飄過 不過這個其實並不是最近飄的 這個是2013年 普警惠時代 極右派就是支持普警惠的團體 他把盧武遜總統 還有李學祖披在一起 意思就是說 你們這盧武遜那種比較親北韓 你們搞在一起 所以這不是最近的事情 那最近飄的是這一個 最近就是最近飄的是這個 就是強調這個金證人 他做核彈 殺哥哥什麼什麼 搞一些有的沒有的 殺自己人民等等的 那這個是所謂的脫北者團體 就是從北韓逃到南韓去的 那就像剛剛博宜講的 他們還是可以用氣球 把船單飄回去 來對他們的這些北韓的人民 宣揚他們的政治理念 不過我要強調的是 其實這種事情一直都有 重點是為什麼要選現在發作 這才是重點 你一天到晚在船 船一船都沒事 2013年那個一片飄過去也沒事 但是現在就有事了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2013年也太久遠了 而且2013年 而且2013年的那個韓國的政權 是普警惠的政權 他是比較反北韓的 你要發作應該那個時候發作 可是現在為什麼是現在 現在這個是比較稍微跟北韓願意坐下來 談的這種比較偏民主派 一般講說左派政權 之前是右派 現在是左派 左派政權通常對北韓是比較友善 可是北韓就keep on my mind 就是說這件小事我不能容忍 你雖然是飄到船單 我已經警告你不要飄了 你還給我飄過來 我就把那個你南韓的給炸了 那個南韓共同聯絡辦公室 可是重點在於說 為什麼是選這個點 在這個時機去炸它 第一個我有問過一些 韓國的相關的專家 就是他們的共同意見是說 其實北韓的這個動作 它並不是直接要見指南韓政府 它是要去讓在南韓的那些脫北者團體 失去在北韓的話語權 失去在南韓的話語權 也就是說他們現在在南韓可以上節目 可以有很多的資源 有人願意捐錢給他們 讓他們去做空飄 因為這些脫北者 其實應該是比較沒有錢的 一定有人去支助他 那我這次很兇的對付這一些脫北者 因為這些脫北者的行動 我們給你很強力的反制 那南韓政府自己會說 他說那脫北者 我們是要稍微叫他說 不要這麼意見這麼多 不要一直趕快空飄去 就是民主政府 他可能就會比較選民壓力 他會比較怕怕 所以北韓就是藉此來威嚇南韓 要南韓收手 你去管理這些脫北者 你自己境內這些脫北者 所以南韓現在國內他們的討論就是說 北韓已經在用這個戰術 難道我們南韓政府要退縮嗎 要求脫北者不要空飄嗎 如果你真的退縮以後 北韓就越炸越多 好這是第一個背後的條件 第二個就是我們剛才談的 就是金正恩身體的狀況 他到底能不能試試 不是不是過世的那個試試 是視察事情的那個試試 對那他如果還可以管事的話 那為什麼是金與正出來處理 就是剛才講的黑白臉說 金與正出來處理 他金與正比較兇 讓你有一個比較怕的對象 然後接下來金正恩 我再說好我們大家坐下來好好談 這樣金正恩就又有功德可以做了 就是其實是一個做球殺球的概念 這是一個操作 但是我們現在還看不出來 他們所提出來的具體案是什麼 因為感覺下一個階段 他們可能會駐軍在非軍事區 這可能就會動到1953年 他們所簽的停戰協定 而當年那個停戰協定 是由北韓就是朝鮮 中國和聯合國簽的 那如果真的住下去的話不得了 那中國要不要出來喬事喬一下 所以這個可能會牽動三方 他的狀況會變得非常複雜 現在中國正在跟印度丟石頭 這個丟的你來我往不亦樂乎 他有沒有空去把這個東西 納入他們的這個三方共同協議中 這個我們覺得是覺得 是蠻值得持續觀察 但是還是要看 北韓是不是真的會有軍隊派過去 再來就是我們要從地點去看 開城這個點到底在哪裡呢 其實台灣人對於北韓 南韓之間的地理是沒什麼概念 這個新聞一出牌說什麼 他們炸了這個聯絡所 大家都說炸了炸了 以為是炸到南韓去 不是 他是在北韓境內的一個 跟南韓共同開發的一個城市 在之前兩韓關係比較好的時候 南韓的人甚至可以前往那邊 開設公司在那邊工作 現在在那邊還有星巴克在運作 就是星巴克他評價很高還四顆星這樣 Google地圖都會顯示 他算是北韓相對開放的區域 是一個跟南韓共同合作的標竿 那他就在離南韓邊境非常近的地方 到底有多近呢 我舉個例子 大家應該知道南北韓邊界那個叫板門店 這個很多人會去參觀 如果南韓的總統府清瓦台 大概在我們大直 我們的國防部大直那一帶的話 那請問板門店在哪裡呢 差不多對台北人來說就是如果 清瓦台在大直 板門店就在三支 其實是很近 那這一個開城工業區差不多在哪裡呢 差不多在相對位置 差不多大直和漁人碼頭的那種 淡水漁人碼頭的距離 說近是滿近的 所以他們一炸的時候 南韓就立刻聽到聲音 炸那麼大洞嘛 本來就台北市區就可能聽到聲音 所有就可能聽到聲音 然後後來又看煙冒起來 他有他的威嚇效果 所以當我們說北韓是炸了自己 境內移動建築 沒那麼簡單 他照的是讓你南韓可以看到 你看到看得到可是你管不到我 所以他會有心理的威嚇作用 會讓南韓覺得說 感覺好像威脅越來越接近 這讓我們之前前面討論 其實因為太近了 北韓的火箭什麼都可以直接打過來 而且地道都挖好了 對 他太近了 他第一波攻勢一定可以傷害到南韓 所以他這種心理的威嚇作用 遠比我們想像要來的大 所以其實他們現在就是利用這種心理戰術 想辦法去讓南韓的政客 自己先陷入混亂 然後他們就看看 南韓會不會真的亂掉 這個總統的文在寅的權威 會不會受到影響 如果會受到影響 比如在野黨就開始出來亂 或者是有其他 南韓政府真的說了 就叫脫北石頭你安靜 他會不會十衰之味 我就不見得要真的發兵打你 我就不斷地吃裡豆腐 我用這種我東炸一棟西炸一棟 像我們現在看到說 可能也會把他原來南韓 在北韓蓋著金剛山的度假區 也炸了也說不定 就是你有什麼在我這邊 我都把你全炸 一個一個炸 炸給你慢慢看 這個都是有可能的操作 但是南韓政府的 應對智慧是蠻重要的 如果他們說的話 我覺得北韓會持續的 不斷有一些新的動作出來 把南韓逼到某種 不得再退的一個地步